国际方面消息 今天关键字是细湖恢复生机 提到的智利 当地度假圣地阿库莱欧细湖 多年来因为干旱在2019年是首都见底了 不过当地最近来了一场大暴雨 也让细湖重现昔日风景 干涸了好几年的细湖 如今恢复一线生机 智利的阿库莱欧细湖 曾一度涵盖12平方公里的湖水 但多年来因严重干旱 导致供水大量减少 采矿 农业以及观光业大受打击 首都圣地亚哥制定了配水计划 但还是无法附和 在2019年首次见底 在经历过15年的大干旱后 智利近期因强烈温带气旋通过 遭到狂风暴雨侵袭 不只导致河水泛滥 还发生严重土石流 造成一人死亡 但也因此灌满了阿库莱欧细湖 虽然现在细湖恢复活力 但专家并不乐观认为这次降雨只是暂时解渴 如果要缓解多年来的干旱 需要将近五年的强降雨地下水 才有可能重新恢复正常水平 呼吁政府和民众 还是需要提前做好干旱 随时到来的准备 带来的新闻 两晚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塑敏 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塑恢复